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诞气氛渐浓 各国迎来假期出行高峰 日本车企高管关神运 人生首次体验的感动 各位好 欢迎收看全球新闻 周六 在远离红海的印度外海 一艘邮轮遭到无人机攻击 引发火灾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瑞周六称 一艘与以色列相关的邮轮 航行在印度西海岸外的阿拉伯海时 遭无人机袭击 引发火灾 事故发生地点距离印度港口城市 维拉瓦尔西南200公里 印度海岸警卫队确认该邮轮悬挂利比亚国旗 再由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原油 船上约有20名印度船员 印度海军派出一艘军舰和一架飞机进行援助 将大火扑灭 索性没有船员伤亡 邮轮进行一些维修后 正被护送至孟买 目前没有组织声称对攻击负责 自哈以战争以来 伊朗支持的野门胡塞武装 不断在红海对过往山船 发动无人机和飞弹袭击 这次类似的袭击首次远离红海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怡综合报道 近期中东的以哈冲突中 野门胡塞武装趁乱出手 频频攻击红海商船 打乱各大航运公司的航行路线 究竟胡塞武装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 幕后的黑手又有什么目的 请看分析 英文大纪元节目《超越目标》的主持人李史密斯 也是一位资深记者发表过著作 探讨中东政治和美国的中东外交政策 他解析这场冲突已延伸到红海 殃及其他国家 而冲突背后受到伊朗支持 意在攻击美国 I mean Iran does this Iran does this in Gaza with Hamas Iran does it in Lebanon with Hezbollah Iran is also doing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Houthis in Yemen And the Houthis their main fight their main fight is with Saudi Arabia another American allies So you see what's happening is that throughout the Middle East Iran has chosen different allies to attack the United States And U.S. allies whether that's Saudi Arabia or whether that's Israel So this is really Iran's picture of the world Iran is attacking the United States 白宮指出 德黑兰向胡塞武裝 提供了无人机和导弹 以及战术情报 而伊朗和中共是盟友 两者一直企图削弱美国 Well I'm sure the CCP couldn't be unhappy about this And the idea that the Iranians through the Houthis have shaken the world's confidence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firing back Anything that's going to hurt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ally like this is a consequential victory for the CCP 美國近日宣布 組建一支由20多國組成的 多國海軍特遣隊 以保護通過鴻海的船隻 並擊落無人機和導彈 不過李·史密斯認為 美國的反應力度仍然不夠 隨著鴻海的襲擊事件不斷 白宮週五指責伊朗 密切捲入胡塞武裝攻擊商船的行動 正在考慮採取更強硬的回擊 不排除動武 新台灣記者李梅 高玉綜合報導 位於太平洋西南部的島國瓦努阿圖當局 上週發布禁令 禁止一家在當地經營的中國公司 向中國出口原木 來看報導 這家中國公司名為瓦努阿圖 國家森林資源工業公司 瓦努阿圖居民表示 這家公司在當地非法伐木 引發了人們對當地自然環境的擔憂 當地居民透露 事情發生在兩位總理 相繼在選舉中被趕下台的三個月期間 中國伐木工人身着海軍樣式的軍裝 駕駛著沒有牌照的車輛 正在砍光這片土地的樹木 瓦努阿圖禁止原木出口 2021年政府調查卻發現 賓威的紅木被非法出口到中國 在中國 紅木是貴重家具的原料 當地土地所有者投訴 這些伐木工人未經許可 對瓦努阿圖最大的島嶼桑托島 砍伐樹木 瓦努阿圖林業當局上週已經禁止這家 中國公司出口原木 並著手調查相關投訴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清怡 張瑞琪 綜合報導 週六 傑克宣布23號為全國悼念日 舉國悼念 週四在首都布拉格查理大學 教堂的鐘聲響徹空中 公共建築降半期致哀 傑克宣布週六為全國悼念日 傑克各地的人悼念槍擊案的死難者 週四 傑克首都布拉格市中心的查理大學發生槍擊事件 造成14人死亡 25人受傷 其中包括3名外國人 槍手則在警察包圍時自殺 警方和檢察官表示 這名24歲的槍手還殺害了他的父親 他還與上週一名男子和一名嬰兒遇害有關 傑克總統彼得·帕威爾參加了教堂的彌撒 傑克參議院議長維斯特切爾和民眾一起 在查理大學前 為遇難者搭建的臨時紀念碑上點燃蠟燭 傑克加強了安保 許多地方的聖誕集市關閉或減少了活動 調查人員認為 槍擊案和極端意識形態和團體沒有關係 槍手是單獨行動 行凶動機還在調查中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 名譽綜合報導 週六 羅馬尼亞傳奇航空公司 一架搭載了約300名印度人的包租航班 在法國被扣押 已經進入第三天 其因是有人舉報 飛機上有被販賣的人口 來看詳情 週四 這個包租航班正從阿聯酋飛往中美洲的尼加拉瓜 在法國東北部的瓦特里機場 降落加油時被口牙 據當地民事保護機構透露 飛機上有兒童和家庭 最小僅21個月 還有13名孤身的未成年乘客 我們知道我們知道的是我們的隊員 被固定離開飛機 但飛機並沒有被固定離開飛機 所有乘客都被固定留在階段的飛機 而隊員被固定被固定了 因為他被固定被固定的警察 巴卡與科律師否認 傳奇航空公司 捲入了可能的販賣人口案 他告訴美聯社說 一家夥伴公司包租了飛機 並驗證了乘客的身份後 兩天前已經傳送了乘客的護照信息 他透露說 包租公司不是歐洲的 目前 警察已經拘留兩人 調查員還在盤查其他乘客 因為這次意外 機場的其他航班不得不取消航班或改換路線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秋月 名譽綜合報導 以色列國防軍使用誘敵戰術 擊毀了加沙市哈馬斯的一個總部 日本福島周邊的海水檢測結果顯示無異常 明年將簡化排放流程 瑞典王后迎來80歲受辰 下面請看一組國際新聞簡訊 以色列國防軍周六發表聲明稱 乙軍用誘敵戰術擊毀加沙市北部哈馬斯的一個總部 殲滅了恐怖分子 乙軍還發布新視頻曝光哈馬斯的地道 並指責哈馬斯在平民地區修建地道和其他軍事基礎設施 將平民當盾牌 聯合國安理會週五通過了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的一項決議 但沒有譴責哈馬斯以及要求其無條件釋放全部人質 美國對該決議投了計全票 日本東京電力公司週六發布消息稱 週五在福島第一核電站周邊採集海水 並分析放射性物質川的濃度 都低於規定的濃度下限 鑑於2023年三次的排海都沒有出現大問題 計劃明年2月下旬的第四次排放將採用適當簡化的流程 冰島西南部雷克雅內斯半島的火山在人們多日焦慮不安的等待後 終於在週一噴發 不過週五 冰島民房部門表示 由於火山沒有明顯的活動 將火山危險等級從緊急被下調至危險 週六 瑞典王后希爾維亞索摩拉特迎來了80歲受臣 希爾維亞父親是德國人 母親是巴西人 同年曾在巴西生活過多年 1976年 她與瑞典國王卡爾十六氏普斯塔夫結婚成為瑞典王后 育有三個子女 希爾維亞王后如今是八個孩子的祖母 多年來 她因支持人道主義而榮獲許多嘉獎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李清怡 田園綜合報導 新年到來之際 上千名的紐約部分法輪功學員 週六下午在華人社區法拉盛 舉辦了文藝表演活動 祝賀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新年好 武龍武師獻祥瑞 在熱鬧的鑼鼓聲中 紐約法輪功學員為眾人帶來歡敬 慶賀新年的活動正式拉開帷幕 新年到來之際 恭賀慈悲偉大的師父 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期待法輪大法的創始人能夠早日回到中國大陸 法輪功在中國紅船 老百姓是更多的人們受益 日末慈敬迎新 上千名的紐約法輪功學員在這裡 恭賀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新年快樂 並帶來精彩的文藝表演 由女生獨唱帶來盼望 飛天大學中城分校的學生帶來中國古典舞表演 還有精彩的樂器演奏 包括琵琶獨奏 沐浴佛光 阿虎獨奏 葫蘆斯獨奏 黑管獨奏 太古表演古正時方等 就是因為法輪大法才給了我們中國的這些人民給予希望 給我們提升自己的機會 很感激我有一個信仰 然後我心裡有一個信念可以支持我 就是讓我一直在這個旅程上一直前進 感謝大家 我來國外之後第一次參加給師父慶祝新年的活動 夢想成真 夢想成真 節目最後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的義工帶來大合唱 祝師父新年快樂 在新年到來之際 感恩師尊慈悲救度與呵護 尊敬的師尊弟子在這裡祝您新年快樂 弟子恭祝師尊新年快樂 感謝師尊的慈悲救度 紐約大法弟子恭祝師父新年好 法輪大法好 真善人好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柯婷婷上鏡 朱鴻達 紐約採訪報導 十二月二十三號 美國神韻紐約藝術團 在鳴谷屋國際會議場進行了兩場演出 純善純美的中國古典舞極部表現力 讓知名車企高管感動落淚 他表示 看演出能被如此感動 在他的人生中尚鼠首次 神韻表現的中國古典舞 是世界上最具表現力的藝術形式之一 讓日本觀眾讚嘆 感動 素晴 日本也沒有勝利 如果我年輕的話 我想要去做 神條莊先生 十二百八十三 金香 comments 永遠 下居 今已是世上最深不可以來的 山下師 過於 水準就像回來 海陸 某在第一名是 神條 國際會議場 今已落花真實 草以外 三百八十三 名 大家放心 過於 平喜行認為 神韻致力於復興中國傳統文化 對如今社會的影響意義深遠 新唐人電視台日本記者站名古屋採訪報導 俄羅斯2024大選 知名前記者敦佐娃被拒絕參選總統 再來關注俄羅斯的選舉消息 週六 俄羅斯前電視台記者葉卡捷琳娜·敦佐娃 被拒絕參加明年3月的俄國總統選舉 他原本計劃將結束戰爭和釋放政治犯作為競選綱令 俄羅斯中央選舉委員會會議的影片顯示 委員們一致投票否決了敦佐娃的候選資格 理由是敦佐娃登記的過程出現錯誤 就在三天前 40歲的敦佐娃向委員會提交競選文件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 他原本計劃以結束烏克蘭戰爭和釋放政治犯為競選綱令 敦佐娃表示 既然無法以獨立候選人參選 將爭取以黨提名的方式參選 新唐記者劉海英 田園綜合報導 烏克蘭總統與軍隊官員週五表示 在一次行動中 擊落俄羅斯三將 蘇-34戰鬥轟炸機 並歡呼 這是反擊俄羅斯入侵以來的一次重大勝利 責任司機中午在明晚視頻演講上讚賞了這個戰績 俄羅斯官方雖然沒有承認 不過俄羅斯博主卻分析認為 擊落蘇-34飛機的是愛國者導彈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早期就佔領了赫爾松部分地區 今年6月烏克蘭開始反攻 11月在蒂尼伯河東岸建立了陣地 俄羅斯歐亞日報認為烏克蘭的說法可信 烏軍可能從蒂尼伯河西岸發射了射程可達160公里 打擊高空目標的美國愛國者導彈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秋月田園綜合報導 中共徵招領事志願者跨國鎮壓手段已質疑 中共大使館和領事館一直在世界多國開展領事志願者活動 引起一些分析人士和監管機構的關切 認為這是中共跨國鎮壓的一部分 12月23號 人權組織保護衛士的領事志願者報告的合助者 邝宋秦對妹妹說 領事志願者不直接進行間諜活動 但他們仍然可以運作 並幫助中共針對持不同政見者 保護衛士11月在報告中說 中共建立全球領事志願者機制 蒐集情報 管控輿論 監控和打壓不同政見者 保護衛士去年發布調查報告 揭露中共在全球53個國家 設立了至少102個秘密警察站 跨國鎮壓一擊 他的海外警察局之外 為什麼還要用這樣的架構 他的這個目的很簡單 就是要讓海外華人為中共充當在部社會的暗裝和現任 而且呢 他在當地社會形成的效果是當地的華人擺到恐懼 不敢讓中共不滿 盛雪說 這對民主社會也將形成很大的威脅 如果是您的人數比較大的話 比如說在加拿大 應該有180萬華人 公開出來在社會上 在社區上 只是能夠看得見的群體的大部分華人 確實是深受中國政府的影響 所以說呢 他就會成為當地民主 社會民主國家的一個強大的一個離心力 再分化和瓦解民主國家 新唐人記者李韻王沛涵採訪報導 廣東多個縣市22日冬至當天 創下近40年來最冷記錄 最低溫出現在廣州從化區呂田鎮的零下1.6度 今年冬天 寒流席捲中國 上海從21日起將連續5天最低氣溫低於零下一度 成為40年來最冷的12月 中國老齡化人口不斷上升 目前已經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 城鄉勞動力平均年齡上升低近40歲 老年撫養系數加大 北京已達到人均兩個勞動力人口 要養活一個60歲及以上的老人 太原理工大學黨委書記鄭強 22日因年齡原因被免職 這名政廳級被網友稱為網紅校長 奮親教授的鄭強 之前被人舉報婚內出軌 包養情婦 引發輿論關注 中共公安部22日宣布 決定將2024年作為打擊整治網路謠言專項行動年 對造謠網紅大逼禁言 封號建立黑名單 中共今年加大力度嚴打網路謠言 迄今查處造謠傳謠6300多人 關停賬號3.4萬個 新唐亞太電視 整理報導 聖誕氣氛漸漸漸漸 各國迎來假期出行高峰 聖誕假期來到 世界各地節日氣氛濃厚 也迎來假期出行高峰 英國倫敦的聖潘克拉斯車站 已經擠滿大包小包 準備出遊的民眾 在法國巴黎 由於工人罷工 歐洲之星鐵路公司 取消了所有往返倫敦的火車 大批遊客被迫滯留車站 我計劃看到我的家庭在巴黎 但我可能會被禁止 我甚至買了我的媽媽花花 不知道他們會逃避 美國的出行高峰比預計的週五提前了一天 美國汽車協會預測 週六到元旦期間 將有1.15億人出遊 我家庭和我的父母 祖父 祖父 雷加州是最最近的地方 我們可以見到你的城市 那是我們去哪裡 回到 Utah 去見家庭 享受聖誕 與此同時 各地聖誕氣氛漸濃 在西班牙 人們已經開始排起長隊 購買聖誕彩票 這是西班牙的聖誕傳統之一 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 有當地市民和遊客 週四貿易前往聖誕市集 在聖誕節前最後一刻搶購禮物 新台電視臺記者韓非總和報導 感謝您收看這次的新唐人全球新聞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